我今天出离愤怒了 朋友们 那个扒出了谋想给美军捐赠电脑的博主 被平台删视频且处罚 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博弈 也不知道作为平台方是中立的 还是谁给钱帮谁 谁势力大帮谁 原始那六个视频出来的时候 事件刚开始 司马先生的账号是搜不到的 用脚丫子想想都知道 肯定是被疯了 我转发了司马的观点 遭到了下架 过了两天 风向变了 可以畅所欲言了 司马先生的账号又回来了 到我下架视频的播放量都有几百万 我还把客服骂了一顿 打击原创 复制盗版 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力量起了作用 对风向产生了影响 我们当然知道 事件的每一方都不见得多么纯洁和高尚 背后肯定有各种利益信念趋势 不过我始终相信 每个人都有一种叫做良知的东西 那么现在这位博主的原创视频 作为这次事件最重要的信息之一的原始视频 被删除 我不知道又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 就是我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爆款 就这样被删除了 从这种大家可以看到 我视频的题目是打错了的 我本来想写着去体谅一下 以后人员 结果写着体检一下以后人员 我也没注意 直到视频火了以后 有很多的评论呢 就在问这个事情 我就想着把题目修改一下 结果这一改就出事了 平台给我发通知说 视频内含有新闻内的内容 暂不支持 无相关资质发布此作品 直接是把我的视频给删除了 我是很懵的 我这个视频就是手机随手拍的 怎么能够和新闻内扯到一起呢 于是我又重发了一次 结果通过了 平台又给我一个通知 说该作品与陈发布的视频高度重复 建议我删除 抖音平台我觉得你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也愧对这些人亲切的叫你一声抖爸爸 也就说拿你当老爹当父亲 你觉得你配吗 自从说我的家乡遭受了这种变故以来 在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 我也试图做一些作品 也做一些相关的素材 去说这些事情 感谢那些志愿者 可惜的是 此类的作品被频频下架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抖音平台 什么样的账号 什么样的作品 才能在抖音上发展 或者就作为我这样的一个屁民 就只能发一些装疯卖傻的作品吗 对任何的社会现象 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否则就是给抖音平台添麻烦 那么我恰恰想问一下 你这样的平台承担了 你该有的社会责任吗 像我们这些年过四旬 就是真正的对社会有情怀 想说一些自己不吐不快 也没有去煽动 也没有去干扰 那为什么这个话 就不能在这上面说呢 请问 谁动了你的奶酪 是我吗 这个抖音的审核人员 那把你打交规划 为啥这么说呢 咱们先看看这些PK们再说 说我没有正向引导 还用一些无知又可笑的理由 每次在关键时刻 把我的视频不是线流下架 就是删除 那这些就是所谓的正向引导了 就这还常常喊着口号 绿色抖音和谐抖音 你直接干脆改名字 叫吸睛热算了 要么就是你们这帮审核人员 本身就是一群癖好之徒 还说我言语攻击 辱骂他人 我那叫夸 因为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 你看看我夸的哪一个不是该夸的 真想跑到你们面前送上一句 我使你呸 如果今天这条视频 再被你们线流删除 那就是你们自动在对号入座 那些真正辛苦创业 面朝黄土被朝天的人 因为实体难做 迫于无奈转战网络 他们不懂套路 他们不懂所谓的规则 但他们确实需要扶持 你们不给该给流量的人放流量 反而把流量给那些危害青少年 污染网络环境的PK们 如果你们的孩子 某天在大听广众之下 刷到了这类视频 长此以往对他们身心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这应该归功于谁 我们的直播被永久封禁 抖音官方 我想问问 我们视频的几千条留言 为什么给删掉 那些留言都是 农民工师傅的真实遭遇 实话不能讲吗 影响和谐了吗 只能歌功颂德吗 工人们被签工资不能讲 我们大家的留言 就是想让这个社会看到 这是民意 也是广大建筑工人的心声 也是现实的反馈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 相信有好的政策 也相信抖音是一个好的平台 希望给我们这些建筑工人 一个说话的窗口 就是我们这个内容啊 你要避免就是国家负面 政府负面 以及违背 轮常以及攻击性的这些言语 还有就是如果是负面的反向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需要有正向的一个总结 对我们这个这个一些政治的问题啊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不要去搞 那可能就是你这个内容搞得再好 再就是这个吸引人眼球 第一平台会审核审核不过 第二呢可能被就是这个平台 你播着播着还为平台把你删除 我有一个播到60多万的这个视频的内容 就被头条给删除了 当时我播的那个内容呢 就是这个要买买机器不如买房子吧 后边呢就是负面的评论很多就给删掉了 现在实体经济也不太好 一些就是这个负面的这个评论一说呢 引起好多人的共鸣 那播了大几十万 就头条官方就给我删除了 这个导演平台我就想问问你 我刚才发的那个视频 我说的一些个个别的外地人 不遵守规矩 我哪会有问题了 你又给给我献溜了 我发现你这个导演平台 你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啊 什么得列上的说人民币也拼闭 说说钱也拼闭 知道吗 说那个退伍病 当病的军人也拼闭 知道吗 说说说说说说说 干嘛的话 还得你把他打个外国字 钱不叫钱 叫叫谜 叫W 多少万不叫多少万 叫叫W 退伍病 退伍就人这个词也不能说 我们你妈当病的 以前的香片 视频的 正经量发 你也给拼拼 很多词都是吗 打外国字 我说说你导演平台 你是人吗 你你呀 你怎么不把小学的教科术改了呢 人民币改成鞋 多少迷不完 别掉人民币了 不你们导演平台 你妈存在很多违法的事情 导演平台 知道吗 我问问你 我刚才法视频哪有问题啊 一些外地人不熟规矩 我说个个别的 我哪会有问题 你又给我屏蔽了 我们人民的公安 人民兵警 还不能写 不能说人民兵警 得写个W 得写个个A 你什么玩意 你连拜教科术都都改了 真的 我说你导演平台 我发现你们很有问题 等你疫情过后 我肯定起诉你 我肯定起诉你 知道吗 导演平台 咱导演平台 知道吗 导演离了 最坏 最不将离的 就是你导演平台 知道吗 一些个人 发了一些有头没为的东西 你也不屏蔽 一些个那些个唱戏的们 戏子们的 那帮演员们的 那帮说相声的 嘴了胡说八道 得说这个 说那个人 说那个人 你们也不屏蔽 也不限流 而且还退掉 我们那个老百姓 就没有话语圈了 知道吗 我们说什么 你妈现流 我们说这个 违反界规定 违反那个规定 为什么违反界规定 违反这个规定 怎么没有人逮我们 很多要约 很多不倒是 你们这 你放出来的 你平台你要屏蔽了 我们能看得见吗 你最不将离 就你 我告诉你 导演平台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 过万年以后 我准提诉你 我给你穿材料 让我穿材料 我提诉你 导演平台 这这这这这这 你等着吧 你啊 我 我